目前假設情境為 藏心進水塔遭飛彈攻擊 引發進水大樓起火 模擬遭受飛彈攻擊 重要基礎設施必須有搶救SOP 包含緊急滅火還有人員 都要迅速撤離 其中置泡塔會經濟周年防護 除了民生設施 災害搶救演練 在之前市民也得配合萬案演習 正前方是大安區和平東路 基隆路口 下午1點半警報聲一響 全市實施30分鐘萬案演習 包含北部地區七縣市 市區瞬間排空 執行人車避難 其中北捷文湖縣六張禮站 由於沒有地下層 人員全部撤出 實施防空疏散 列車也過站不停 遠景正在馬路中央管制 包含機車 校舍和公車 甚至U-bike都不能繼續行駛 至於違規數字 還有再統計 模擬原水管線 避難破裂如何緊急修復 所以這樣的模擬相較去年 是又更往前進一步 我們確實希望落實全民防衛的意識 所以一再強調 勿勢敵之不來 事無由以待之 絕對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今年晚安演習部分項目 也結合漢光演習 二十二號深夜線 並在華翠大橋 實施橋梁檢管 即錯假訊息 處置演練 全面檢管人車 而國防部也首次 在晚演習時 發布飛彈火箭攻擊台灣 特定地區國家及警報簡訊 因新型態作戰模式 陸空已必模擬 T月生笑 讓我對台場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然後一旦 有連碎運動 勢正在無法人 在多數件意識 就連替 他宣告 參與 警報道